今天這集我們繼續講SoulTrader 講完最後的部分 是怎樣去報那個Class4和Class2的NI 這裏剩下的就講SoulTrader 怎樣去報那個NI 應該就比起上兩條片就快些 因為我只有九張SoulTrader要講 首先就是Class4的NI Class4的NI就是以收入去計算的 以2023年的稅年 如果你的Trading收入是高過12,570 即是Basic Rate開始 就已經要交Class4的NI Class4的NI都是分開兩個Band 如果是Basic Rate 即是由12,570磅至5270磅 這部份是要交9%的NI 再上50270磅以上的部份 就是交2% 但Class4的NI其實是有些Exception 有些情況是不需要交的 那你就是列了在這部份 就是Exception 有5個 第一個就是 你已經是Over State Pension的 Age 你就不需要交NI 現在 以現在6年的時候來計算 State Pension的Age 就是66歲 又或者如果你是在 歲年開始的時候 是Under 16歲 亦都不需要交NI 第三就是你在這個歲年 根本就不是 UK的Resident 有些朋友 是不會是UK Resident 即是他BNO5加1 第一年過來 他可能未 住夠那麼多個月 他不是 這個歲年的UK Resident 但是他在這裏有做Self Employment 有Trading 他一樣要報Self Assessment 但是他 不需要交這個Class4的NI 另外講開這個Class4的NI 其實Class4的NI 就跟你的State Pension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你有沒有State Pension 是看你有沒有交Class2的NI 所以Class4 其實你不交 不代表你是沒有State Pension 的Qualifying Year 同時我記得 Paper Form 其實他沒有列出 那麼多個 Check Box 如果以上這些 都不符合你的情況 就按這個 None of Disapply 我記得 在Paper Form 其實他沒有列出 那麼多個選項 他就只有一個Box 問你 是不是Exam from Class4的NI 你就自己決定 但是其實 有些什麼情況 就是這幾個情況 所以 如果你是填Paper Form的話 你又不是 Exam from 這個Class4的NI 在那個Box 就不要 Take 但是如果你是填 Online Form的話 你就是要 Take None of Disapply 也要看你 還有我記得 之前有位朋友 就在網上問過我 如果他 Take了這個 None of Disapply 那是不是代表他就一定要交 Class4的NI呢 其實就不是的 Take了None of Disapply 只不過說你不是自動 立刻 不需要交 這個Class4的NI 但是就算你 Take了 都還要看你 剛才我所說的那個 是不是 收入高過 12500磅 才會決定 究竟你需不需要交 Class4的NI 如果你收入根本就是 少過12570磅 就不會需要交 Class4的NI 然後就Save and Continue 其實就去到 Any Other Information 如果在 剛才填這個 Soul Trader 收入的時候 有其中一些 Notes 叫你在Any Other Information 打 就在這裏 入 就可以了 然後又是 Save and Continue 就會 給你一個 Summary 我自己的 Practice 就是 一見到這些 有得讓我 Print this page 我都會 Print了它 做一個PDF 去留底 就 等自己有一個Record 如果你是 有另一個Business 譬如你是Soul Trader 但你有兩盤生意 你可以分開報 按這個Add Business 就有另一個Set Form 填上剛才的東西 就給你 另一個Business 填上另一個Set 如果填好之後 就按Save and Continue 就完成了 Soul Trader的收入 就可以了 但Ni 是未報完 因為還有Class 2的Ni 好 看看Fill In Return 有一個Section 專門 For Class 2 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按這個 按這個就可以報 這個Class 2的Ni 我這個Screen 是舊的 我這個Screen Capture 那個是 2021 稅年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讓你看到 Class 2 Ni 就是0 因為我當時 就是未登記 做Soul Trader 所以它就是算到0 所以這些數字是錯的 6515 是2021年 當時的 那個數字 因為其實 在Class 2的Ni 在2023年 就已經是 取消了 但其實 你看到很多地方 用ABOLISH這個Term 它又不是代表它真的沒有了 以前 未ABOLISH之前 其實 如果你的收入是高過 6725磅 你就要給這個Class 2的Ni Class 2的Ni 是逐個星期去計算的 但是在2023年 保守黨政府 就改了制 如果你的收入是高過 6755磅 正常要交 Class 2的Ni 但是它就當你交了 這個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它當你交了 就代表你會有那一年 做的Qualifying Year 就算入你那個 有沒有State Pension 所以其實它不是完全取消了 它是當你交了 所以不會因為取消了 Class 2的Ni 就令到你沒有了Qualifying Year 但是如果你的收入是低過6725磅 而你又希望去繼續有那個Qualifying Year 你本身不需要交Class 2的Ni 你可以自願性去供這個Class 2的Ni 在2023至2024這個稅年 那個Class 2的Ni 就是3.45磅 一個星期 而它什麼時候去計算呢 就是計算你的Business Start Date 是什麼時候就開始 由那個星期開始去計算 所以 為什麼我說一定要登記做那個Soul Trader呢 雖然你不登記 你一樣可以填到Self Assessment Form 但是你不登記呢 其實它不知道你的Business 什麼時候開始 所以它的Class 2的Ni 就不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去幫你計算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當時還沒登記 你看到這裡就是Show Link OK 但是其實Show Link 或者Not Available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如果你 填這張Farm的時候 是凌晨2點 至到 凌晨5點的時候 因為這邊這個Screen是怎樣出來的 就是 Click Update Your Self-Employment Detail 它就會彈這個Screen出來 然後彈這個Screen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去它的系統 抽一下 看看你什麼時候開始 你的Business 它就計算你這個Class 2的Ni 是要付多少錢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 凌晨2點 至到凌晨5點 去按這個按鍵 它這個系統是拿不到的 應該是它的Maintenance Period 你也會看到是0 或者Not Available 但Anyway 總之你就是要登記了做 Soul Trader 才好繼續下去 不然你就會看到0 如果我這裡根本是未申請的 我就照樣說我想供這個Class 2的Ni 會怎樣呢 你選擇Yes 它就會立即說你Class 2的Ni 是Not Available 或者0 就不讓你這樣做 所以為什麼就是 如果你想供這個 Voluntary Ni 就一定要 申請做Soul Trader 假設你已經好像我在 上上條片那樣 申請了做一個Soul Trader 你來回這裡 再按這個 Update to your Self Employment Details 但這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它計算了你這個Class 3的Ni 就可能100多磅 那怎樣計算呢 就根據你那個 Business的Start Date 所以你會在Start Date 看到有你給它的日子 如果你看到這兩樣東西 就代表 你已經成功在HMRC 登記了做一個 Soul Trader 登記完成之後 你看到這個 有日子走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按 Return to Self Assessment 然後再按Recalculate 它就會update 這裏的Class 2Ni 的Amount 做最新的 銀碼 你要做了這一步 Class 2Ni 的Calculation 才會對 如果你已經做了 剛才那一步 有Class 2Ni 之後 你有想供這個 Class 2Ni 自願性供款 你這次再按Yes 然後Save and Continue 它就會給你過 就不會出現 剛才的Error 連續三集 就講了關於 Soul Trader 怎樣補self assessment 希望這幾集的內容 會幫到你 喜歡這條片的 歡迎你like 和share這條片 給你身邊關心的人 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我鐘 還可以follow 小魚發售英國 Facebook page 和IG 如果想更有系統 和效率 去學習 英國理財 可以去 小魚理財網站 按smallfishmoney.com 我在上面 分好不同的專題 以及你看片的 先後次序 免費登記做會員 還可以用到 一些理財的小工具 今天多謝你收看 如果對這條片 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祝你在英國的生活 事事順利 我們下一集再見 在我下一集未出之前 其實我還有很多片 你也可能有興趣 例如左手邊這兩條 我會先回顧